ODIA JUNGLE ODIA JUNGLE 一座繁荣古镇,兴起原因总是分圆混杂,如茶马古道,水运枢纽,富商返乡等等,虽然最后都免不了没落的命运, 但那印记,秦淮却消磨不掉,而这座长江边上的古镇,却是因言而兴起,曾与周庄,乌镇一道,是最早入选我国历史文化名镇的十个小镇之一,它叫西陀,古为巴州西界,已临长江南岸的回水陀,所以被称为西陀,秦汉时期此地便有村落,早在公元1002年,已成为川岩萧楚,以立一言的口岸, 看长江不到三峡,是遗憾,看三峡不到西陀古镇,更是遗憾,西陀,一个因巴岩古道而生的古镇历史,上楚乡一带缺岩,而属地中线的临江又盛产井岩,而属道历来艰险万分,交通极其不便,勇敢,彪悍的巴人被扑门,便在崇山峻岭之中,开辟了这么一条由川入厄的巴岩古道, 而后,成千上万吨的货物,靠着一群群被俘们的双肩双脚,沿着云梯街搏出了这大山,而西陀也借着这条巴岩古道,发展成为了川东地区的商贸重镇, 上世纪六十年代前,这里都还可以看见被研工们,背着一包包沉重的研发,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,一步一步艰难地飞到镇上来,如今交通变好后,才慢慢变成历史 1124级的云梯,串起了古镇的新衰西陀这条拥有千年历史的古街,云梯街,就像是一条从一座山顶挂下来的彩带,串联起古镇的风景,串联起古镇的故事, 在三峡海外蓄水时,石集要斜斜地,抖抖地延伸到深深的峡江底,从下往上望,山顶的人似乎渺小多了,而今,三峡水库蓄水到175米高城,颇畔的石集所剩不多了,在整块的山石上开凿出来的石集,不多几步便能到岸上,这里是土家族的聚集地,一山傍水,给人一种大隐喻式的感觉,高低错落的吊脚楼, 清幽的老镇生活,让人会在不自觉间卸下城市的浮躁,古镇的商家大多把商铺修在云梯街的两旁,整条街既是一条八沿古道,又是一条商贸大道,顺着云梯街设计而上, 1124步台阶,从江边码头,一直蜿蜒前行通道古镇之边,不由遥想这千年古镇的历史古王,千角拳,为人为善的标志走在古镇上, 你会发现很多人家的门前,都有一口水缸,最有名的,要数这里的千角拳,据说宋朝时,每天都有来来往往的背夫,从一位老先生的门前经过,时常口渴难耐,老先生就在自家的门前凿了一个井, 不仅供自己使用,也给背夫一个歇脚喝水的地方,后来慢慢的家家户户,都在自家门前摆了一口水缸,供过往的人使用, 现如今这些水缸有的已经长满青苔,但这些水缸像一个过往的印记,成为西陀人与人为善的标志, 这个浓缩了千年时光的古镇,上演过无数平凡温暖的故事,如今像是被遗忘的世外桃源般,私藏着宁静舒适的慢时光, 如今,西陀古镇已是黄水国家森林公园的重要门户,土家族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, 黄水国家森林公园,少数民族风情黄水国家森林公园里,原始森林大风暴,土家乐园碧兹卡绿宫,高原明珠黄水湖,天然化狼友草河,千叶草长等, 土家族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,碧兹卡绿宫,满满的土家风情,碧兹卡绿宫,一个以绿色生态和展示土家风情为主体的主题公园, 苏游绿色氧发,天然空调,土家乐园之美誉,森林野营,空中迷宫,峡谷探险这些项目, 是不是听起来都刺激,有草河,最后的苏西楚女帝有草河,因两岸青山耸立,林木葱玉,河水碧绿,晶莹透明,河边水草绿油油,而得名,在古树奇珍的演映下,静静流淌的有草河,被一些驴油誉为最后的苏西楚女帝, 太阳湖,青山起伏的美丽之地,太阳湖,位于黄水国家森林公园东南部,这是一个高山湖泊,因湖水而更美丽,湖内有浑然天成的岛屿,四周有形态各异的半岛,岸上森林密布, 芳草七七,无不令游人心旷神怡,是游客赌驾疗养,水上游乐,游览避暑的最佳去处,石宝寨,与西陀古镇一江之隔西陀天街,与中线石宝寨隔江相望,走来西陀古镇,还可以直接坐船去一堵石宝寨的旗艺,石宝寨是建于明万里年间,金康熙,乾隆年间修建完善, 丁上三层为1956年修补建筑时所建,穿斗节,构层数多,体构大,国内外罕见,坐标,重庆石柱县西陀古镇自驾线路,重庆市林市103龙头港出口G348103龙兴西路S103宾江大道户于南县高速银百高速G50SG69,S302西陀古镇